好 台股今天 供季線沒有過 季線好像鐵板一塊 但是不要忘記哦 台積電視已經跳空站上季線了 給大家一記強心針 雖然中好新股有一點開高走低 但下禮拜有沒有樂觀的理由呢 好 今天的三位來賓告訴你 會有樂觀的理由 首先我們來請教第一位 是我們的盈利投資的中國中 中總 好 中總上個禮拜沒有來 好多人敲碗說很失望 這禮拜出現了 但是他告訴大家哦 最樂觀的時間是還沒有到 反彈到這邊我們稍微停看聽一下 不過中總說他還是有他大膽的理由 就是選股不選市了 等一下會告訴大家 之前有講過的好幾檔股票 其實今天是創歷史新高哦 另外的話 高息將會在降息循環裡面 重回大家的目光 以及還有車用的概念 今天中總會幫大家繼續挑好股 就算反彈不見得大談 但是好股票會繼續大漲哦 好 第二位是我們的晉級烽火輪 艾倫好 艾倫等一下會來解釋啦 到底為什麼今天季線公不過呢 但是艾倫一樣會提供三大信心給您 下個禮拜是有機會來挑戰一波的 另外這一波的選股 他很犀利哦 車用跟特化 哇 今天盤面上依舊是非常亮眼 但是他著眼在 那要交棒給誰呢 好 今天帶來新的族群 電源供應器 以及美國降息社會的房市居家概念股 等一下看一下誰在右上角哦 好 第三位是股科大夫龍藝生Eason Eason今天衣服不一樣了哦 但是還是要提醒大家 兩萬一地板架這件事情對不對 有沒有說對 有說對哦 那光輝十月即將迎來 他認為目前在籌碼上面看到了一些偏多的跡象 等一下跟大家做分享了 另外Eason也是一樣幫我們做挑股的選擇哦 一方面是板卡股 這個熱潮並沒有退哦 另外一方面也看好第四季是車用的旺季 等一下來聽聽看大夫怎麼幫我們見诊了 好 首先有請周大膽 上禮拜沒來 一堆人在敲碗哦 好 台股的話 你覺得有三個空方條件是除掉了 聽起來蠻開心的哦 可是選股不選市 你覺得高息跟車用 還是目前你可以大膽的方向 OK 我想現階段這個大盤成交量 比較沒有房權放大 就是一套資金在市場上做輪動 所以我想還是在選股不中於選市的部分 那但是我們看一下 市場上的一個方向 坦白講這報額來講 已經幫大家來做一個所謂的一個指出來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他講超低利率不復反 那因為兩碼的降幅是重新校正 不會回到超低利率 坦白講這次來講降完兩碼之後 接下來大家市場預期有可能還會降兩碼 只是說可能或許是一次一次一次的降 這次的一個降息的動作讓市場上有除掉三空 那三個空 拿三個 就是第一個降息不度 之前不確定 那肺的這邊降兩碼 第二個是大家擔心衰退這個部分 那報而喊經濟沒有做衰退 再來就是日航 日本央行 正式沒有升息 那這次不升息 所以我們發現台積電今天開高 然後稍微走軟 但今天來講的話 相對是說黑黑的部分 但是還是上漲 上漲將近一點三五個percent 那日幣的部分是之前有在做一個升值的動作 那我覺得相對臺幣來講 他我們本來是比較有利 因為他有來到一三九 但臺幣這次最多來到三一八 也沒有在創下升值的新高 換句話說 相對日幣我們是做一個升值 這對我們目前第三季出口業者的電子業來講 他是有幫助的部分 那再來看一下整個目前來看一下臺股的季線的走勢來講 我想我對大盤的走勢來講 我會用五點來做一個說明 第一個 國際的科技股相對於藍籌股弱 那另外來講的話 今天大盤盤中最高來到兩萬兩千三百五十四點左右 坦白講我覺得又是給大家一個機會 因為你可以降低十股 降低十股 因為我記得我上次講過近十年當中 第三季的平均跌幅是一點八三個percent 也就是說二二六一零是上一次的高 我上次講說二二兩萬兩千五 兩萬兩千六應該這位置應該跑掉 問題是第三季還沒到 第三季到九月三十號 第三季不是九月二十號 是以九月三十號以來一天為止 你好嚴謹 所以來講話 既然是過去的數字是到九月三十號為止 那麼今天來到兩萬兩千四百 九附近到兩萬兩千六 我認為這附近都應該做監 那我認為說這一波的下彎 目前的下彎 季線壓力比較大 我認為大漲的時候 你如果要先做調節 那拉回來的時候 我再做一個承接 因為這波的上升的趨勢 大概已經做出現 做出來了部分 我覺得來講短線來講 這部分還是要再消化一個籌碼部分 那我們看今年這個走勢 坦白講跟去年這個七月到十月 很像 季線往下彎 那目前這個走勢跟去年某種程度是很相似 所以我認為來到季線 一口氣噴上去 不是那麼容易 沒有量 沒有量 你以為臺幣這次外資大量買 他是真的來做臺股嗎 短時間還很難講 因為在美國這個總統選舉之前 我認為說方向還是有在做一個刮問號 所以我想與其他是大量的買臺股 我倒是認為他是在賺匯差這一塊 那如果最近看起來 他買臺積電比較多 所以如果能夠買一個臺積電 然後又能夠賺匯差 我覺得是短時間對他來講 我大概算一算 應該這段這兩三天 他光在這樣的匯差 還有臺積電的差價套利 至少在這幾天當中就有三趴左右 所以我覺得來講 我認為碰到黃色的季線 應該要做出場動作 這次的大跌當中 各位發現這邊有個跳空缺口 9月4號 花了十一天 才克服 我上次講過 如果真叫跌升反彈 那應該在五天之內就啪 應該就跌了 那但是至少還好 他也慢慢往上走 這個大盤下個禮拜的走勢 也不會太大騙動 因為下禮拜就是差不多 已經要做季底了 所以也砍 也不會大量砍 是 當然你要大量拉 也不容易成交量 今天是因為有這個負時 就這個所謂的收完盤之後生效 所以量才特別多 有一千多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走勢 是 你會發現很像 這邊大跌之後 花了十一天補這個缺口 啪 花了十一天補缺口 所以下禮拜的走勢 如果大膽講 應該就跟這個一樣 這邊完之後走了十一天補缺口 在這個高檔 這個兩萬兩千五到這個月線之間 進行一個橫盤整理 那現在呢 我預期下禮拜應該會在這邊 晃晃晃晃晃 晃到什麼 晃到這個九月三十號 晃到九月三十號 看市場上的一個想法是如何 那所以我想大盤無量 失去盤整盤整格局 還是因為出現這個第二個 跳空缺口 我認為說 今天是一個市場上 減碼的時機 今天是減碼時機 如果你去注意看一下 今天OTC是POR 最POR低檔反彈以來 最大量 而且是帶量殺黑 所以表示說OTC那一位的人 認為說在這位置 先見好就收 好 那這波當中來講 還是看個股表現 我記得我們從八月中到現在 有陸續講一些個股 坦白講不管是積極型的 或者是穩健型的 坦白講在這當中 都有一些股票 可以適合各類型的投資人 首先來講華碩 我記得那是講過了 大盤重挫 這個一兩三千點的 能夠有這樣大力推 你一定是什麼 這邊還有字幕 表示是非常有買盤的支撐 後來是今天快到六百塊 同一超 你家樓下的7-11 我跟你講 還是往上走 他六百 他快三百 都創新高 你如果覺得 這個有beta比較高 那這個beta夠低了吧 還是一樣 照常創新高 上上禮拜 講窗簾 就跟大家講 這個無神拉神 這個都已經講過了 市場上就認為 到時候會做一個 汰換調整 而且上次會特別調整 第四境 你家的窗簾 就也該換新了 所以你看 後來發現創新高 所以我想 不管是哪類型的 你可以選擇 你適合的股票 所以我認為說 以現階段來講的話 投資市場上 還是很多的一股標的 他可以去做一個留意 既然是物理者的話 我想高息的公司 依然還是市場上的 所主要的 重點的部分 我們發現有些高息的公司 坦白講這段時間 我覺得未來還是可以去留意 包括像聯發科 鴻海 華碩 在這裡 我大概預期來講 目前他一個殖利 應該都有四個 百分之五個 以明年來看對不對 對對對 那國產呢 台積電的建廠概念股 坦白講 今天的營建股 全部下去 國產也是 坦白講 跟打房 看看有什麼關係 我待會再跟各位講 再解釋 那附盛應用 就是產業復甦 潛在高股息的 ETA名單股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看今天的大型的全資股 首先來講 鴻海的部分 鴻海 現在已經在低檔 這邊做整理 坦白講 他還不畏大功 因為現階段風 不是在這邊 最近的風是在上游的 這個所謂的電子上游 下游的部分 會直接在第四季 進入他的旺季 那過去大家如果比較清楚 因為我記得之前鴻海辦這個車展 跟育榮辦車展的時候 我那時候有去 他有邀我參加 真的好 我也有邀請他們 所以我因為到這個時間點 我會想一下 差不多他們科技院應該快到了 你會發現他最近 已經開始做一個主體動作 那我認為說 這邊來講 如果是一個穩健型人 倒是可以在這邊 做一個低檔佈局動作 等待他十月份的科技院 那國產今天出現重挫下去 反正我認為說這個打房來講 對他來講 真的是應該叫做錯殺 因為大家知道 他是所謂混凝土的部分 這營建是希望 央行做這個所謂打房 是希望你不要囤太多的房子 這跟混凝土有什麼關係 更何況他台積電的相關的廠 未來都他有接到一些 所謂的一些訂單 所以以現實的來講的話 他的部分我認為說 這次應該是被錯殺 如果你再注意看 買國產通常你都要買那種大碟的 一根長黑 通常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第二根長黑 那差不多就是最佳買點 我們舉個例子 沒事的 國產長黑一定是買點 第二根的長黑更是買點 兩根長黑 所以他通常不會大跌的 所以如果你要買那種大跌的 高枯析質率率 剛好利用這個時間 那我還是老話一句 這個玉瓣混凝土跟他們營建股是不相關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跟大家講一下 整個選股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稻窮 稻窮 稻窮所之前想要過 他是微幅的環部的做一個上漲 對 所以接下來接下來是第四季的 所謂的美國的消費旺季 所以他逐漸往上收 所以你要選擇是在這一塊 好 科技股的部分費成半導體 我上次提到過 這是周K線頭肩底 還有這條上升趨勢線 剛好昨天就來這位置 這位置真的不適合去做 科技股的追漲動作 科技股是可以買 但是要等他大幅拉回的時候 或者是有稍微修正的時候 再做呈現 我們再舉個例子 像揮打NVIDIA 各位看一下NVIDIA 這幾天的美股是大漲 NVIDIA的前六天的高頂在這裡 他沒有過 換句話說 這五六天美股那麼辛苦的 是往上來做一個上工 他是缺席的 如果你覺得他 你覺得AI這波沒有攻 問題是所謂蘇之鋒講AMD 他的股價是往創新 創這一波的反彈的新高 換言之這波的揮打 他壓力還蠻大 更換一二三 這波連壓力線都沒有碰到 換言之我認為說 他未來應該還有機會 再壓回來 做一個修正整理的動作 整理的動作 反倒是特斯拉在這波當中反彈 創新高 所以我覺得如果這樣對照下去 你很清楚藍籌股的 你可以比較屬於比較屬於中多 在操作電子股的部分 就是適當的高出低階 好 那所以我們車的部分 我今天講整車 接下來第四季快到了 也是很多藍式喜歡的 因為車展即將展開 休哥了也開始有他們的那個 很不像你的風格 我們看一下 我們上次講過了 窗簾那些是要第四季要開布施加 那車子呢 通常就是這時候開始的車展準備 準備要讓客人去參展去看一下 所以我們還有豫榮 核泰車 三陽機車 機車也要顧到 是 紅華先進 茂蓮KY 我們看一下 這波當中你看 其實你如果看第一季 第二季玉龍 這邊都已經成長 核泰車是持平 今天在創反彈的新高 那三陽的部分是小幅衰退 倒是比較特別留意 是在紅華先進 他是負的零點三三 負的零九 換句話說第三季 有可能會有機會轉虧為贏 而且他現在目前上半年的虧損失 就減少 在這波當中 整車當中 他是目前是比較強勢 茂蓮不用講了 三點五六到六點一三 大幅的成長 本一比目前都算是合理 我覺得來講 未來整車的部分 有可能會在第四季當中 是市場上關注重點 好 其實今天豫榮汽車 他們講 今年的走勢是被中華車 有點被壓抑 如果你看他的營收 這條黃色線 他今年的年初 營收的歪歪 到目前每個月都是做成長 那各位知道 八月過完之後 農曆過完之後 接下來你看 不管為過去的是哪一年 通常第四季都是交車的旺季 加工師我覺得還蠻有趣的現象 我再瞄一瞄 仔細一看一看 還蠻有趣的是 他目前的進值是58.05 來到近期的新高 過去每年來的股價 進值比低於一 就是買點 好 股進比會低於一啊 就是買點 這麼可憐 那今年配息一塊四 是 然後明年如果用一塊一 那你大概算一算 其實目前還高於定存 是 坦白講現在目前買他 某種程度是買 資產股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整個月的部分 就是說把這幾年當中 這一年的進值四十九點三二 在進值以下買 容易活力 這一年五十三點五 進值以下 雖然這一年沒什麼波動 但是後來都漲上去 也就是說你在進值之下 你買 這是他的進值 也跌不會哪邊去 這一年五十六點三九 完之後去年 陳青葉有來到 九十四塊多 今年修正到 目前是五十八塊半 那今天的股價 還低於這個位置 換言論是 如果這四五年PV Ratio低於一都是他最佳的買點 那我認為說九月份還有八月份長KK 把長的下影線都在這邊有做一個所謂的低階動作 我認為說這位置應該是有機會做一個反彈動作 那我們再看一下他日K線 這條叫做長的下降趨勢線 將近有三個月的時間 這一根的長紅帶量 這絕對不是一般的客廳的買盤 還是一樣 不是客廳的買盤 所以我認為說以現階段來講的話 這個位置應該是相對跟他PV的 不貝流 非常接近 我認為說在這位置當中 捧擊作為一個市場的承接 比銀行定存來得好 所以我覺得這邊來講 是可以去留意 他今天有說到一些政策的打擊 沒錯沒錯 看來利空能不能慢慢散去 沒錯沒錯 我們講中華車不好 大家都知道 但為什麼中華車不好 他還能夠往哪一根紅K的市場上的 把人買盤的這個動向 就未來值得去做追蹤 好 那另外一家公司就是茂林 茂林我就不用多講了 是 家公司的整個獲利來講 都算是不錯 而且公司之前提到過了 八月份營收是稍微往下掉 不過公司有提到過 這是屬於單月的波動 第三季比第二季好 第四季會更好 所以目前看起來第三季的工業用的限速 是渴望做激增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整個鼓勵配方不錯 那整個存貨狀況 這三年當中已經持續降到最低了 所以我認為說現階段來看的話 他的股價 股價其實很強 上升趨勢線 這條黃色叫季線 換言是在這位置來講 我認為說短時間這邊有一些的套牢的賣壓 需要消化 不過我認為說以現階段來講的話 他相對於這個所謂的季線 還有上升趨勢線是蠻近 我覺得在這邊如果有拉回的話 倒是可以做未來最有留意 好 如果以大盤來說的話 中總覺得九月底之前 可能要先磨一段時間 對不對 沒錯 那有機會在十月的時候 做一個表態嗎 我覺得還要再觀察 因為十月通常又是比較敏感 因為剛好又是選前 美國的選舉前的一個月 選舉前一個月 就是川普跟賀錦麗 到時他們兩邊的政黨會怎樣的攻擊 我覺得來講 這可能要再多一點觀察 所以在這個選前的一個月的時間 我認為說現階段還是比較偏向高出低階動作 好 高出低階 或是好好的選股票 對對對 非常謝謝 總國中總總